做資安的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壞事 當然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好事比壞事多 但是總是很多人在做正事的時候,總是有很多人去做這個 真正的這個,每種新技術出來,新的語言出來,新的東西出來 大家第一個做的都是做功能,增加它的功能,做完備,做系統上的補牆 但是如果是駭客或閒著無聊的人,他就會去找漏洞 漏洞以後都會補起來的,但在過程中就會留下很多漏洞 所以一直都不是很安全,不過對資工系是好的 不管你是要辦開發的,或是辦這個 辦演開發角色,或是辦演普動的角色 這個工作的需求都很大 那所以在script一出來的時候呢 因為有不少的這個,可以做不少的壞事 所以,像5Fox,或者有些,就會有一些plug in 譬如說很有名叫no script 就我不要讓我的瀏覽器執行script 但現在如果你加no script的話呢,你的瀏覽器大概什麼事都不能動 就很多事都很痛,早期很多人加 像Nichira早期的時候,很多人都在 我不要讓,所以發現你加no script 很多功能都沒有辦法有了 所以就參考一下,過去常常有人用這個 但是你自己在IE裡面,或在任何瀏覽器裡面 都可以把script enable 或 disable 那你不用加了,現在你都可以 但是通常我們一樣的,我們不會去弄它 因為加script用的實在是太多了 做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 你要做Meshira,你要看地圖什麼 很多東西大家都要,都必須在你的瀏覽器裡面做 現在瀏覽器裡面的JavaScript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會 好,那我們就先看最簡單的JavaScript程式 主要當然要跟HM沒有配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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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JavaScript裡面,很重要的處理是處理這個 String String,自竄 我想自竄是 叫做CaterString CaterString 自竄,我想在Java裡面都學過自竄 另外一個英文字很接近的 發音很接近的 String 這是什麼 String String 這個String String 是自竄 那我們 資訊裡面才能用到String String在什麼地方用到 中文怎麼翻 自竄 那叫自竄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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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翻什麼 串流 串流 像MediaString 媒體的串流 那串流的話就是 像一個溪流一樣 就是 我們 我們要看YouTube 我們要看這個多媒體的東西 那 從 對 那些Server上面 它等於像這個 溪流一樣 一個小系一樣 它一直播放過來 我們 我們並沒有把它下載 放在我們的這個機器上面 而是在Server端 一個Stringline 一個MediaString 或一個AudioString 它一直在傳過來 那個叫String 那我們程式裡面的String 這是自竄 自竄 自竄都是一些CharacterString 一些 一些字元 整合起來的 那些字元 字元 早期都是用ASCII code 那現在都是用什麼 現在大部分都是用什麼code 表示字元 ASCII code 這個 記概一定有寫過 現在都是用什麼code 這記概應該也有講過 編碼 我們字元一定要編碼 中文、英文 一定要編碼 不然換這個 現在什麼code UNIcode 沒有錯 UNIcode UNIcode就兩個byte 對 那 那這個 所以現在在Java裡面 在所有語言裡面 都是UNIcode 那 然後 另外一個 Object的這個概念 我們到後面再談好了 Object的這個概念 有關於這個JavaScript 那 然後 JavaScript的語法的話 我想我也不多談了 JavaScript的語法 因為跟C跟Java都一樣 每一個句子 每一個句子 後面呢 都是一個 分號 semicolon做結束 有的語言 就沒有semicolon做結束 spyson就沒有 很多語言都沒有 那我們就是規定語法 為什麼有的語言 它要用分號做結束 有的語言沒有用分號做結束 你沒學會C跟Java都一樣 所以 C跟Java從學 也是有點浪費時間 有一些東西是不一樣的 都要學一下 但是 但是 大部分的語法都一樣 如果 C sharp跟Java 基本上是90%一樣 如果就語法的話 它99%一樣 就API不一樣 就微軟的C sharp 它就是超Java的 那 那 那這個 那 可是這幾個語言 它最後 幫人家試一下 最後都有分號做結束 那分號做結束 跟沒有分號做結束 影響是什麼 對我們程式設計師有影響 對不對 我們知道最後 寫到最後 沒有 如果最後沒有做分號 他把這個 前面的兩句都連成一句了 那就會 compile的時候 這個編譯的時候 就會錯誤 有個error給我們 通常都有個error給我們 因為它錯不成一個 合法的語法 那沒有分號做結束的呢 有些語言的 那為什麼有的有分號 有的沒有 沒有分號 對誰比較方便 有分號的話 對誰比較方便 你說對我們很要比較方便 還有它對誰比較方便 對 compiler 比較方便 因為 compiler 我們 compiler 要辨識的時候 我就拿你分號辨識 你自己要 programmer 要注意把分號擺上去 你忘記擺分號的話 他就把它下面 那可是如果說 沒有分號斷的話 那 compiler 要另外的方法 你是用什麼 其他的方法 來 或在 或跳行的方式 或什麼樣的方式 來當作 分它的一句一句話 一個 statement 一個 statement 的分格 要怎麼樣分 compiler 要比較傷腦筋 所以 所以 它是用分號做解 所以它都是 做這個 statement terminator 然後現在 語言大概都是 case sensitive 過去沒有 大小寫有分 HML也是 HML 早期的話 是大小寫不分的 但到 SML以後 就是case sensitive HML 到 4.0到 5.0 SHML 這些東西它通通都是 case sensitive 就是大小寫有分的 所以這個 你是要 要注意到一點 那 我們一開始用的 最基本的範例 用的就是 一個 document object 就是已經有 在語言裡面 有很多寫好的 IO的這些 這些方法 或是 物件 它已經寫好了 物件寫好 都寫好 我們只要用 甚至不用宣告了 那 那你就用它的 那個 那個物件裡面的 某一個方法 就是 Document object裡面的 Writ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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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寫印出一行 的 這個 這個 method 用這個 method 來寫 看一個例子 就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也是 有點小 看看 這個是 Josh Green 卻沒有 弄在一起的 這個前面 基本上 你看到這邊是個 HML HML裡面有 Head body 可是我們現在只有 Scrib 通常都擺在 Head部分 程式的 Scrib 的 Tag 都要擺在Head部分 中間是加Scrib的程式 那 Scrib 的 一個標籤開始 標籤結束 或者是 原數開始 原數即時 原數結束 那 上面我們就不談了 上面都一樣 那 所以這是個HML 有Namespace等等 這些Namespace就是說 我們以前講過 就是這些HML 基本語法定義 要Check 對不對 然後到那個連續 就不肯去看它 在Head裡面呢 這個是HML的Title 這個網頁的Title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程式要怎麼樣 這個程式我們 就打在 我們說打在哪裡 我們就在這個 發一個檔案 直接用我們瀏覽器 就可以執行的 所以我們在瀏覽器裡面執行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看到的Jarscreen 都在瀏覽器直接執行 那當然Jarscreen 我們說也可以到後端執行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幾堂課看到的 全部都是在 瀏覽器裡面直接執行 那 你直接開啟也可以 但直接開啟跟 跟它變成一個網頁其實不太一樣的 我們後面會再談 會有Server端的時候 我們在瀏覽器裡面直接檔案開啟 跟我去在URL打一個連結 這個其實不太一樣的 我在檔案開啟跟檔案 這個是開啟檔案 開啟檔案 這是直接開啟 如果你是連接到HTTP 這個URL 連到HMML 它運作是不一樣 稍微講一下吧 如果 如果 如果這台機器 我們現在web的開發都在這台機器上面 我們真正實務上面 這是crime 這是server 對不對 我們實務上面 我們知道 這個是瀏覽器的伺服器 HTTP的request 就是request過去 那邊是response回來 response一個網頁回來 request過去 所以這邊有一個web server 這邊有一個browser 對不對 這個 不然用什麼browser 架構是長這個樣子 那 如果我們在browser裡面呢 browser這邊都有檔案 或者 你直接 你在URL的地方 假設C槽D槽 直接去抓那個 抓那個 你寫好的HMML 呈現在這裡的話 你是到這邊的HTTP 去把這個 抓回來 抓到 抓回來 然後 呈現在這個上面 呈現在的瀏覽器上面 然後這個 你看C槽或D槽 某一個 或者是 全身瀏覽 但是如果你有URL 如果你有URL 後面我們會談 如果你有URL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到那邊去把它抓回來 但是我們真正開發的時候 會碰到什麼樣的現象 我們真正在做web開發的時候 不太會有兩台機器嘛 對不對 我看Server都擺在我自己這台機器上面 都擺在我自己這台機器上面的話呢 那我這裡也擺瀏覽器 所以我們真正開發的時候呢 我這邊也擺browser 然後也架一個Server 所以瀏覽器跟伺服器通通擺到 我這條線呢 這條電視網路卡 我這裡 我瀏覽器跟伺服器都擺在 都擺在這邊 都擺在這邊 那我要去抓一個資料的話呢 我是透過我自己的網路卡 再去這邊抓 所以不同在這裡 如果打HTTP 我們Local Host 我們常常會到什麼Local Host 或者是127.0.0.1 或者是Local Host 那這個 這個時候呢 其實 你是透過 從你自己的瀏覽器出去 到這個網路卡 再回來 再到這個 你自己這台機器上的硬碟 由伺服器到自己這台硬碟上面 抓過去 然後透過HTTP的Protocol 透過你的網路卡 再回到你自己的瀏覽器 所以 如果你打一個HTTP 進度打個URL在上面的話 它是這樣做過 如果你是直接打 這個C槽D槽 的某一個檔案的話呢 是你的瀏覽器 直接到這個C槽 所以這兩個概念上不一樣 這個 直接打C槽 你在網址列 直接打C槽D槽 去抓那個檔案 它是直接從這個檔案 從作業系統 把這個檔案抓給你 修在瀏覽器上 那如果你打一個 這個127.0.1 或是LOGO HOST 那你條件是 這邊你要裝一個 裝一個Web Server Web Server其實很簡單 很多工具裡面 都有裝Web Server 裝一個Web Server以後呢 或是自己裝一個也可以的 裝一個Web Server以後呢 然後呢 抓資料 抓這個檔案的時候 透過LOGO HOST 或者是127.0.1 抓到 那127.0.1呢 這是一個Special IP Address 通常 它是叫做Local Loop Back 稍微講一講 這是網路裡面的常識 但現在網路客 有時候就少參 這個 這個IP Address IP Address 有一些是比較特別的 那這個就是個特別 通常我們就要Local HOST 但它的 Address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要叫它做Local Local就是我在這一端的 Loop Back 就是我在這一端 我這個回圈 回來 等一個回圈 那這個是做什麼 這個早期是用來做測試的 測試 說我的網路狀況怎麼樣 那網路狀況 就是說 我在這邊我連接某個網路 連不到 連接 那事實上這個是在連Web都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就有這些 Address 應該更早 所以 Internet的時候就有這些做法 那 自走Loop Back的測試更早 幾十年前就有了 如果我連不到這台電腦 那怎麼辦 中間發生的事情 可能的狀況有哪一些 有可能這台電腦當掉 有可能連接這台電腦的 遠端的網路設備當掉 有可能這個網路線當掉 那中間可能中間的某一些設備 或是網路線當掉 那有可能是 我自己的網路設備 或者我的網路塔當掉 然後最後是 對 對